开除她,必须开除她,她是我儿媳,她连婆婆都照顾不好,还工作什么工作,这样的人,你们还敢用 阿姨,你先冷静一下,小慧在工作中并没有犯任何错误,我没有权利开除她 你说的这些是小慧的家事,你们可以回家处理,小慧今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你是她领导,为什么开除不了她,你是不是和她是一伙的,我看你也就是的小领导,你们老板呢,你这点事都做不了主 我看你也应该被老板开除,你工作能力不行 你的思想也有问题,还说让我回家处理,我就是回家处理不了才来找你 你是她上级,不归正她的行为,处处想着推脱责任,她连自己家都照顾不好 她凭什么在这工作,现在立马处理小慧,不然你就下岗 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开的,你想让谁下岗,谁就下岗 你在家张牙舞爪就算了,出来也是这样,别人只会把你当笑话看 你成天无理取闹,我当然不会听你的,你把自己当皇太后了 我只要不听你的旨意,你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屈服 还跑我公司闹,你就闹吧,迟早这个家要被你闹散 你看看,她就是这样的态度,我是她婆婆呀,她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长辈 这是人品有问题呀,这样的人品都能在你们这上班吗 你们公司用人还有没有底线了,什么人都敢用吗 尤其他还是做财务的,不怕把你们公司做倒闭了吗 你这个小领导,再不管管他,我就投诉你 阿姨,你想投诉我没问题,你想处理我也没问题 但我们公司用谁做员工,轮不到你指手画脚,现在请你出去 这里是公司,是大家上班工作的地方,不是处理家务事的地方 我不回去,你以为我这么好打发的,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你给小慧停职停心,在我面前批评她,让她给我道歉 并且保证以后都听我的,这个要写纸面的保证书,签字按手印才行 不然这件事没完,还要连累你也下岗 阿姨,干脆这家公司你说了算吧,我再说最后一次,请你立刻马上离开这里 再不走我就报警处理了,你已经耽误我们公司的业务了 要是还在此逗留,我就要走起诉流程了,让你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 到时候你不要说你赔不起 听到这里婆婆终于灰溜溜地离开,但还是放下了一句狠话 我明天还要来,明天我要找你们老板,让老板开除你 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当了个小领导就目中无人 你比我儿媳还可恨,你给我等着 我吃过的盐比你过得瞧都多,看我怎么收拾你 婆婆虽然走了,但领导被气得不轻 小慧,她每天这样来闹也不是事,确实影响公司了 当然公司不会因为这样就把你开除,你的工作能力我看在眼里 工作态度我也很认可,不过你回去还是要处理好家里的事 不然对你对公司影响都不好 董事长怪罪下来,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到时候我这个部门经理也做到头了 我知道了经理,今天真的给你添麻烦了 我回去也会尽力处理,不过你也看到我婆婆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只能尽力而为 小慧回到家后赶紧给老公小强打电话 老公,你出差前不是和你妈说好了吗 再也不去我公司了,可她今天又去我公司闹事了 还把我们部门经理都骂了 你上次答应我的,她要再去我公司闹事 你就把她送回老家,让你弟弟给她养老 老婆,你别着急,我现在给我妈打电话 你先别说把我妈送走的事 毕竟我是家里做长子的 理应是我照顾我妈 我走之前确实和我妈谈了 不知道她又出什么幺蛾子 你再给我妈一次机会 我现在给我妈打电话 没有机会了,不是我不给你妈机会 是你妈不给我机会 把我们部门的人都得罪完了 你妈要再去一次公司 说不定我们部门经理都要下岗 小强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赶紧给母亲打去电话 妈,你怎么回事 怎么又跑我老婆公司去了 你不是答应我再也不去了吗 你这次真把我老婆惹毛了 你以为我稀罕去他们公司 还不是你老婆不听话 你弟要买车 我让他赞助十万块钱 他直接就拒绝了 还不懈得瞪我一眼 有他这么做儿媳的吗 真到我没办法治他了 我就让他看看我的手段 你就不要管了 你不在家就让我好好管教管教他 说完婆婆就挂断了电话 看向走过来的小慧 哈哈哈哈,你害怕了吗 找我儿子劝我也没用 你这么着急给我儿子打电话 肯定是公司给你施压了 我猜的没错吧 看来我去闹还是有用的 你们那个经理看着硬气 实际上还是一个软蛋 还敢赶我走 明天我找到你们老板 要让他和你一块被开除 除非你给你小叔子把车买上 前面只是想让你赞助十万 既然你不同意 还害得我跑到你公司 浪费力气浪费口舌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我儿子买车的费用 你要全出 我儿子那个车二十二万 你拿出这二十二万 我就和解 不然就天天去你公司闹 你挣了钱不给我儿子花 那你就不要挣钱 你简直在做梦 我挣的钱凭什么给你小儿子花 你以为你吃准我了 每次我不愿意给你小儿子拿钱的时候 你就去我公司闹 然后我就妥协了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妥协了 难道我老公没有跟你说 你要是再去我公司闹 他就把你送回老家 当初把你接到这里照顾你 他也是经过我同意的 但我没有想到你如此难缠 你要还是这样的态度 就不要住在这里了 今天我就把你送回老家 你真是能耐了 连把我送回老家的话你都敢说 我不好好置之你是不行了 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婆婆放眼里了 这可是我儿子的房子 就是我以后养老的地方 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居然还想赶我走 我还准备把你赶出去呢 这房子可不是你儿子一个人的 房本上也有我的名字 当初买房子的时候 我也拿出来了一半首付 所以这房子 我有权利不让你住 现在你就收拾东西离开 不然我就打电话报警 到时候谁的面子都不好看 让邻居看到你被警察清出去 你面子上挂得住吗 我看你是要上天了 我要给我儿子打电话 让我儿子休了你 在这个家里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我看我儿子是要我这个妈 还是要你这个老婆 你这个连婆婆都不知道尊敬的儿媳妇 我要让我儿子把你赶出去 娶你这样的媳妇进门 还不够气人的 你赶紧打电话 看看你儿子是把我赶出去 还是把你赶出去 儿子 你快回来吧 你老婆上房接瓦了 都要把我赶出门了 我不出都不行 她还说要报警 就是一定要把我赶出门 我真没想到我年纪这么大了 有被儿媳妇赶出门的一天 我给你娶老婆回来 是孝敬我的 可你看你老婆是什么样子 妈 你刚刚为什么挂我电话 我老婆为啥赶你出去 你心知肚明 我出差之前你答应得好好的 不再去她公司闹事 我这才刚走两天 你又上她公司 她能不生气吗 你答应的事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你现在啥意思 你是要赶我这个妈出门吗 难道你和你老婆一条心 你忘了我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养大 你忘了你说过会好好孝敬我 我吃了大半辈子苦 把你培养出来 你现在就这么对我 你这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妈 我没有说要赶你出门 但现在是你答应的没有做到 我老婆生气也情有可原 你就不要再惹她生气了 我和我老婆去说 小强挂了母亲电话 打给小辉 老婆 这次确实是我妈错了 我代替我妈给你认错 你再给她一次机会 不要赶她回老家 她那么大年纪了 你让着她点 她也是心疼我弟 你多理解理解 我们离婚吧 你到现在还在维护你妈 你妈当着你面一套 背后一套 你有这样的一个妈 我真没办法和你在一块过了 她没有一天不找事 我也没有办法好好工作 就这样吧 我会拟好离婚协议 从今天起我搬出这个家 小辉说完挂了电话 小强终于开始着急了 再打电话 小辉已经不接了 小强赶紧给母亲打电话 妈 你回老家吧 我再让你待到这 我家都没有了 我求求你了 这次你不走不行 你不走我也要把你赶回去 我现在就回家 把你送回老家去 你真是厉害 让我儿子都开始赶我 不过你也别想好过 我还会去你公司闹 我要闹到你失去工作 这次我和你小叔子一起去 他知道怎么给你老板说 让你们老板开除你 你等着被开除吧 儿媳 我错了 我们不该去你公司找事 你放过你小叔子吧 他赔不起这二百万呀 你这是要让他欺离子散呀 都是一家人 你给他条活路 晚了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婆婆了 他也不是我小叔子 我给橘子不好